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第一课 就是信用利率分析的一个交易罕见的经济衰退和复苏的交替结论 我们发现以工业增加值为代表的数据 反映出经济整体的一个情况 生产的一个情况 和国家收入率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 他们的关系的程度在逐渐的增长 增强 而这种通胀的关系的程度其实在有所下降 因此我们认为量价驱动是在后期 特别是08年到12年 甚至于说到现在 一直持续到现在是一个主要驱动长端结构的一个主要因素 它的逻辑我们认为是这样的 就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情况下时 通胀预期的升温情况下 资产利率会提前反映 长端利率上行 虚线可能会首先呈现一个熊斗的状态 之后货币市场利率逐渐收紧 多段利率上行 债券进入全面熊市 然后在经济增速全面降价 众所周知 分析债券市场 特别是分析利率在市场 最主要有三个因素 一方面是决定债券长端的经济基本面 第二个就是决定短端的资金面 还有就是决定中期 甚至于说是产生相关冲击的一些其他因素 包括政策 包括海外因素 包括互虑因素 等等一系列的这种短暂冲击性因素 而宏观经济 特别是基本面的一个分析 是我们整个利率分析的一个起点 然后这一期 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 我们分析搭建的宏观分析的一个框架 一个整体的情况 整体来说 我们将会为大家提供四方面的内容的分析 一个就是利率驱动因素 一个概览 还有就是我们在于宏观基本面分析来说 的两大因素 就是一个量一个价 量的方面 我们将会对经济增长 它驱动的相关因素 进行一个相关的分析 而这个价方面的话 重点会要关注我们对于通胀的 相关的一些分析的方法和思路 然后第四章呢 是我们本课 这个PPT当中的一个核心的思想 就是如何进行相关的数据预测 我们会把我们现在平常做的 月报预测的一些方法 包括了一些后期 一些相关的预测的思路 还有一些就是没有方法 虽然精准测量 但是我们可以判断趋势的一些前瞻性指标的一个方式 为大家进行一个梳理汇总和总结 希望能够对大家判断后期经济走势呢 有更好的一个启迪 首先呢 我们先看来看第一张 这个利率驱动因素的一个概览 我们都知道这个利率债分析的一个框架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 要基本面因素政策面因素和自己面因素 而这个基本面因素的话呢 抛开我们这个图 我们直接来说的话 最主要看的一个因素 就是民意GDP的一个增长 而民意GDP的增长呢 可以分成两个方面 一个是反映量的一个变动 就是实际GDP 反映实际经济的一个增长 增长的因素 还有一个呢 就是价的方面 反映在这个整体的指标呢 是以GDP平坚指数为主 然后呢 它可以进一步的反映成 CPI和BPI的变动情况 一个反映生活 一个反映生产 价格的一个变动 我们把它称为呢 是量价驱动的一个方式 除了经济基本面来说呢 它更多的是决定这个长端 或者说是一个整体的走势呢 我们发现在这个整个的 这个经济运种过程中呢 并不是完全有这个 基本面的因素 甚至也不是由基本面的 其中某一个因素来决定的 越到后期的话 这种多方面的因素 多框架的因素 这个多因素这种驱动的方式呢 是越来越明显 像这个资金面的因素的影响呢 在这个后 在之前一段时期呢 就非常的明晰 在无论是这个基础 货币层面上的流动性变化 还有这个债券攻击角度 这个角 这个分析的层面来说呢 都是我们现在影响债券短期 甚至于乃至于 从这种产生一定的这种影响 长期这种冲击性因素呢 都有此而来源 甚至于说呢 很多的这种 流动性的一种宽松 已经成为了这种债券牛熊 转换点的一个标志 这个呢 也是我们 在这个债课程当中的 后期课程中 重点关注的一点 然后除此之外呢 有很多政策性因素的变化 简单来说呢 有货币政策 还有财政政策 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笼统的一个因素 因为 它具体的会可以做很多细分 比如说我们 说的这个资管新规 它可以 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呢 可以算作是这个 货币政策里面的内容 因为它涉及到了这个银行的 这个负债端和资产端的一个流通 包括这个会影响流动性的一个因素 而像这个资管政策税这种政策 我们后期会成为一个专题的课题 来进行讲解的话呢 它其实呢 有更多跟财税的政策相关 会密切一些 而这种政策性的因素呢 在近几年对于债券牛熊的影响的一个作用性呢 在不断的增强 我们将会以这种专题式 特别是以这种资管新规为核心的专题式呢 在后期进行讲解 而今天主要的呢 我们是关注第一部分 就是基本面因素的变动 特别是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 这两个角度 我们都会进行相关分析 整体来说的话呢 我们先要明晰利率驱动的这些因素的一个核心 核心呢 是在于我们用什么样的一个数据来描述 这个基本面的一个变化情况 简单来说呢 我们一般情况下 是用十年期股贷收益率呢 作为这个基本面的利率 来反映这个债券市场的一个整体情况 以一年期央票发行利率或交易利率 作为政策面利率 来反映政策面信号的变化 而用银行间七天 这个回购 或者是第二年零期 或者是shipper隔夜 这种数据呢 这个来作为这个资金面利率的情况 来反映资金市场 也就是流动性 宽誉程度 我们在明确了一些数据的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数据来进一步 来观测经济的和债券市场的一个走势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个太阳底下没有心事 所以说实际上经济的这个不断的轮转呢 都是对历史的一个反复的重复 因此我们的研究的初衷和重点 一个起点呢 也是对于这个市场历史的一个回顾 我们发现呢 这个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 民意GDP的增长 反映了经济的增长 而它的两个方面呢 就是产出缺口和通胀缺口 简单来说 就是实际GDP和GDP评检 用这个数据来表示也没有问题 而我们发现在不同的时段下呢 影响这个债券市场的因素呢 是有所不相同的 简单来说的话 2012年之前 这个经济增长和通胀呢 是主要驱动长端利率的一个重要性因素 而这个在020到08年 我发现在这个图丝当中非常显现 这个通胀对于这个 十年级国家消费率的这个相关的气数 达到73% 它这种单轮驱动 这种单向驱动的一个因素呢 是非常强的 所以说呢 在那个时期的话 通胀呢 是我们作为 就是从历史角度来看 是作为这个判断 债券牛熊市的一个最为关键的一个因素 所以预测通胀 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而在08年到12年之后 我们发现 中国经历的较为下降 通胀地面形状下的时候 这个长端利率 同样也会首先的下行 曲线呢 就首先一个牛平 之后货币政策呢 呈现一个放松状态 短端利率呈现下降 债券呢 开启牛市 所以说无论是牛市还是熊市开启的话 这个预期的这种 这种升温的变化 长端呢 都是会这个 反映的 会比较明显的 也就是说量价驱动这种因素的话 它那种驱动的一个现实和逻辑 是非常清晰而明确的 而我们再对历史进一步考量 发现呢 12年之后呢 这种量价驱动了 就开始变成失效了 因为这个 从这个 长端收益率和CPI和增长类的数据的 这个 相关系数来看呢 都通通的处于一个下降的水平 那这个期端呢 我们进行一个分析呢 很有可能是有两个因素 一个呢 是由于金融周期呢 对于这个债券市场的一个相关的影响 还有呢 就是 包括我们实体经济 呈现下降轨道之后呢 L型的走势成为新常态 中国货币政策的发生变化 不再采用这种简单一周期的对冲措施 房地产的稳汇率呢 均会成为阶段性成为政策的首要目标 经济基本面 通过货币政策传统到这个 债券市场的有效性呢 是有所降低的 又或者呢 那CPI的波动区间呢 在1.5到3之间 既不会触发这个货币政策收紧 对抗恶性通胀 也不会引发这个货币政策放松的 对抗通缩 所以说这两种政策呢 其实在这种 在这种温和的变化的情况下的时候 是在逐渐的减弱 但是整体来讲的话呢 这种量价驱动 还是我们来判断 长期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一个方式 我们展望后期呢 特别是今年下半年的一个情况 我们认为呢 这个汇率呢 有可能会决定 成为决定这个利率水平的一个 更为新的一个因素 我们之所以这样说的话呢 是是因为这个近期 由于美元的这个移植独秀 这个导致了这个人民币的汇率呢 出现了很大程度的一定 一定的波动 并且又恰逢中美贸易战的一个情势 所以说呢 后期的央行的相关的政策呢 已经开始将这个汇率 列为一个其中重要的因素 无论是 我们前期说了这个 就是汇率的是 发生了一个跨率的一个讨论 是稳汇率和稳杠杆 这样一个讨论 还是现在又重新提及的 这个央行再次开启 逆轴期因子调控等等 都说明这个汇率 已经成为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 而且随着这个利率并轨 这种双轨化和单轨化的趋势 这种价格调控成为 后期这种调控的一个政策的主因 将这种汇率性的这种因素 也将会成为后期央行调控 这个汇率的一个 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 以上的部分 就是我们首先对于这个框架的一个整体的搭建 然后我们现在更多的去关注 就是宏观经济基本面的一个经济增长的情况 对于经济增长来说 就是我们所谓的量上的变化 我们重点是关注三点 就是我们所谓的三驾马车 一是投资 二是消费 三是进出口 然后我们每一个项目 进行一个简要的一个分析 对于投资来讲的话 我们正多的 可以分成两种 一种是固定资产投资 还有一种是存货投资 因为投资投资非常小 所以说我们重点是关注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 我们的重要关注点是在于三个 包括房地产投资 基建投资 以及制造业投资 这三点是支撑投资的最主要的因素 它们将近占到了固定资产投资 百分之七十五到八十左右 是最为关键的因素 而这个进出 而除了投资之外 消费 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 我们之所以这样说它 是因为 我们发现在 这个近几年以来的话 消费对于GDP的拉动 已经成为了三驾马车当中 最大的一个消费的 GDP拉动的一个点 尤其是去年 它的这个拉动的作用是非常强的 但是 随着这个现在经济处于一个 这个转轨的一个状态 一个属于相对低迷 包括这个内外因素相叠加的一种 冲击比较强的一种 几何力的情况的一个时候吧 消费也出现了一个明显的 消费降级的一个趋势 所以说 我们对它的这种分析的话呢 也是更 将会更多的 放在它这方面的一个内容上 而对于这个消费来说的话呢 我们在后期 对它的这种预测 还有关注点呢 其实更多的是关注这个 社会零售产品的消费 这个水准 它能够更进一步的代表 这个消费的一个程度 而进出口来说的话呢 它是我们这三大消费 三大投资的方中 最难以进行预测和预料的 同时呢 它也是受到今年贸易战影响 最为重大的一个内容 我们呢会对它的一个判断和预测的方式 在后面进行一个简要的分析 同时呢 我们现在也正在进行相关的模型构造 包括这个相关那些冲击的影响 进行一个相关分析 那我们后面来跟大家具体的来聊这个问题 这个三驾马车的这个占比呢 我们通过这个数据来看呢 投资的占比是在不断下降的 消费呢在逐步上升 这一点就不用不用多说 进出口的这个贡献呢 18年呢 其实是相对来说是处于相对复制的状态 水平是比较低的 第一个我们说这个固定资产投资 其中呢 这个制造业投资 占的这个固定资产投资的占比呢 是最高的 占到31% 而基建的占到26% 房地产呢是19% 其他的占到24% 这么一个水平 这是以2017年 这个整体的这个投资的这个占比来出的 所以说 其中呢 制造业的占比呢 是占比最大的 而基建呢 占比呢 是其次的 我们首先呢 先来关注这个基建投资的内容 之所以关注基建呢 是因为我们发现 这个基建投资 是稳定投资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因为它是 依靠财政支撑 财政政策支持的一个因素 无论是08年的这个 4万亿的这种支持 还是这个经济出现低迷情况下 是这个相关的采取刺激等等 一个主要的出口方向 就是对于基建方面的一个刺激 而今年 这个投资的一个下行 包括我们关注 7月份的这个数据 已经下到了5.5 整个固定财政投资下行的一个趋势 我们发现 其实对它拖累最为严重的 就是基建投资 基建投资 按照原扣进来计算 已经下升到了1.5 已经增进到了1.5 1.5 于往年10% 20%左右 这种增速呢 是完全不可详细并论的 而后期 这个下半年 中国经济 再往上 这个说的这种 几家台的这种合力 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呢 就是通过财政政策来刺激基建的一个发展 然后呢 它具体会刺激多少 我们会有专门的专题 来进行相关的分析 我们会给予 从它的一个资金的来源角度 来进行相关的一个判断 我们后期的专题出来之后呢 会跟大家进一步的分享 而制造业投资的话呢 是这个固定资产投资当中占比最大的 对于这个制造业投资 它的重要性呢 不仅仅在于它这个占比大 同时还在于呢 它是连接着这个 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为相对房地产和基建来说 制造业投资是属于这两个行业的上游 你就说它是属于这个生产端的一个因素 而它的这种投资的这种扩大和减少的话 直接反映出实体经济的一个 好与坏强与弱这么一个趋势 而且制造业投资 与其他两者投资不相同的地方在于是 制造业投资的大部分的这个投资来源 其实是来源于民间资产的投资 力度非常大 而它所受到的这个影响和冲击呢 也比其他的要更强一些 比如说像环保的因素啊 比如像这个企业盈利的因素等等 都会对制造业投资产生影响 我们对于制造业投资的分析重点的话 其实呢是关于它的这个前瞻预测的方式 以及这个它的分项 各个分项的一个拆分 还有相关内容的一个 相关的这个后期一个判断 我们在后面这个预测的部分的时候 会进一步跟大家进行相关的讲解 而房地产投资呢 我们认为呢可以说是这个经济投资当中的 最关键的一个变量 因为呢它对于这个产出呢 是非常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 它对这个房地产业和这个建筑业 在这批的比例达到13% 同时呢 对于上中下游的工业行业呢 是产生一个广泛的影响 很大程度的会左右工业增加值的变动 事实上呢 正是由于这个房地产推动了工业增加产出呢 才成就了这个中国前一段 就中国之前经济高速增长的一定的因素 而房地产投资呢 对一般贸易出口增速呢 也具有相关决定性的影响 无论从我们这个画的一个数据啊 等等的一些内容当中呢 都有所能够有所提及 而呢 这个房地产投资来说的话呢 我们其实对于它数据的这个 关注点和关注的内容呢 更多呢 是关注于它的四个分项的一个分析的方式 因为我们众所周知 这个房地产投资呢 其实重点是有四大项的四大项的分项 一项呢 是土这个建建筑费用 还有一项呢 是安装费用 然后还有一项呢 是器具购置费用 然后还有一项呢 是其他费用 而其他费用的80%呢 大多集中在土地购置费用当中 然后呢 我们对于这个判断房地产投资是否好与坏 除了根据这个经济增长 包括这个相关的行业的一些变动 还有一些高频数据的分析之外呢 其实更多的 还是要通过这四个分项的角度来 来预测后期的这个变动的一个趋势 特别是关于土地购置费 是我们这个关注的一个重点 因为 自今年这个一月份以来的话 这个房地产投资呢 是一直独秀 是一直支撑投资 这个保持一个相对较高的一个水平的 一个最主要的因素 而大部分的房地产投资 这个的投资的这个量的一个来源 大部分都来源于土地购置费用的来源 因此呢 土地购置费的决定 这个是我们现在分析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 而经过我们这个分析来看呢 销售是对于土地购置费的一个前瞻性的一个指标 销售呢 因为它不仅是对于这个土地购置一个指标 它可以还说是房地产投资的一个前瞻性指标 因为从这个整个房地产周期项目 这个起点这个周期来看呢 从一个起点就是关于就是首先前是购置土地 然后才是房屋开工 然后是施工 施工投资 最后才到对外销售 所以说呢 就它是一个完全的一个闭环的一个状态 就是从销售开始到销售结束 因此呢 我们这个销售的这种 就是前期的这种预售的这种情况呢 是作为这个房地产投资的一个先行指标 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要点 我们一般看这个销售额呢 除了看我们现在所说的一个房地产销售面积的话呢 还会更多的分析关注一二三线城市 不同城市的这种销售情况 因为它一个是有高频的数据 可以给知识和跟踪能够及时的出现出数 同时呢 也能反映在不同的市场的这种 面临的市场调控情况下 是它的一个热度 一个变化 因为不同的市场 它这个对于投资的贡献不相同 房价的水平也不相同 整个的这个区域的结构 也是有不同之处的 因此呢 这个对于销售的这种精细化的判断 结构性的判断 是我们判断土地购置费 进而判断这个房地产投资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而我们发现呢 这个近期来看的话 这个土地购置 新开工呢 对于预测房地产的这个销售的这个作用呢 在逐渐的一个减弱的一个趋势 所以呢 我们现在也在逐渐开发新的因素 新的一些研究的一个方法 新的指标 来进行相关的一个进一步的能够分析 现在大部分他们这个只能是保持一个趋势 相对趋同 而并没有保证这个百分之百的这种精确度的再提升 而除了这个房地车的投资之外呢 第二个也算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呢 就是消费的情况 由于呢消费增长平稳 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区对于投资 这个历史上呢 这国内分析的 其实并不看重消费 但随着经济这个增长中枢下行呢 消费重要性的不断凸显 我们关注消费呢 重点是关注售货零售品组的这个数据 具体到中国的国情呢 一些重要节假日期间的零售消费呢 也能较为准确的反映这个消费的情况 包括呢 像我们常见的这个春节的黄金周 然后呢 双十一黄金周等等这些 节季节性的影响和节日性的影响呢 都对消费会产生一定的一个冲击 需要关注的是呢 这个零售品消费呢 并不含服务消费 而服务消费在居民销售的占比呢 在逐渐上升 所以呢 现在这个关于摄灵的这种关注度呢 其实也是在不断减少的 我们在后期呢 也会更多的把这个关注点 放在这个服务消费上 每年年初呢 社会这个消费品零售组组 通常出现一个跳跃式的变化 这主要呢 也与统计口径 是有相关的一个原因 这个联系 除了车这个消费 对于经济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之外呢 我们要判断消费的话呢 还有许多一些因素 包括居民的一些收入 和就业的一个情况 等等的 这些都是我们判断消费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 同时呢 如果我们正式的来判断消费的一个变动的一个情况呢 其实我们更多是关注不同的消费的产品的市场 其中呢 有主要有四大市场 我们在后面可能会 跟大家进行相关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论述 像 汽车的销售市场 然后 还有我们说的房地产的销售市场 然后还有原油销售市场 和这个汽油的销售消费市场 这四大市场呢 是基本构成 社会消费变动 以及这个占比最大的几个消费市场 他们的这个增长和下降的话 都会对于我们的 消费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作用 除了居民消费之外呢 政府消费也是消费的重要组长部分 我们发现呢 在16年当中呢 这个政府消费的消费占比达到27% 占资金比中的14%左右 这个占比是相当高的一个水平 同时的政费消费 主要包括政府支出中的经常性支出 和固定自然折旧 理论下来说呢 财政支出可以用于衡量这个政府消费 不过由于财政支出分类 无法剔除到转移支付和投资支出 使用财政支出呢 跟踪消费呢 其实也是并不一定相对可靠的 但是呢我们可以用此来表达一个 来碰到它的趋势 还是可以的 然后第三个呢 我们是要关注的点呢 就是三加马车当中的进出口 而进出口方面的话呢 它这个受到这个 尤其特别受到贸易战的一个影响的话 它是后期会 应该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变动和影响 我们现在来说的话 这个出口的一个整体情况来说的话 对于就是我们的分析关键 第一点是在于出口的产品 以及出口的一个国家 相对来说的话 我们现在出口的这个 按照国家 它的一个占比和这个 每年的增长率来说的话 对于第三世界的国家 或者就是发达 发展中国家和新型经济体的这个出口额和出口率 都在不断的一个上升 但是整体来讲的话 对于美欧日这个出口 还是以 还是以这三个三个这个经济体为主 而这个出口的产品 这个水平和质量来说呢 特别高端尖端的出口产品 还是较为少数 出口的大量的这个这个这个产品呢 集中在这种 电子类产品 还有这个电机类产品 这个以这些产品为主 但是呢 技术含量相对还是较低一些 这个是我们对进出口的一个简要的一个介绍 同时呢 我们这个出口呢 关注点不仅关注于我们这个出口的产品 出口的这个国家 还要关于这个 关注于外需的一个情况 主要是取得于全球基本面的一个变化 包括美国 欧洲 日本的一个经济体的一个 这个经济走势 我们通过可以观测他们的PMI指数 包括他们的这个 货币政策的一个变 一个一个 一个口风的一个变化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判断外需的一个标准 同时呢 人民币汇率呢 也会对出口的一个影响 根据这个 汇率和出口的一个关系 就是人民币如果贬值的话呢 对于出口来讲 会是一个 一个正向的一个刺激 对于这个出口的一些现行指标呢 我们选择了一些 比较比较经典的一些指标 像这个OECD的指标 来衡量化大国家的 还有像中国来说的话呢 中国出口集装箱的运驾指数 等等这些呢 都是我们分析的一些重点 在分析完三驾马车之后呢 还有一个更为及时的这种经济 基本的一个综合指标 就是工业增加值 工业增加值呢 有如下几个特点 这决定它呢 应当是GDP的最佳理想替代产品 替代一个指标 主要说越南这个GDP呢 虽然很重要 但是呢 它更新的非常不及时 它是一季度为单位的 相对于工业增加值来讲的话呢 它更新的速度会更快一些 像这个我国的这个产业结构来说呢 第二产业的增长呢 主要是GDP增长的主要项目 所以说GDP增加值呢 工业增加值呢 对GDP的代替的权重呢 接近50% 所以说它的这个变化呢 反映经济整体的走势来说的这个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而对于工业增加值来说的话 我们一般的判断方法呢 就是通过六大集团之间的毫米量 这个数据 它呢是以日度为这个基准的 来进行相关的这个更新的数据 能够进一步的反映各行各业呢 他们一个用电的情况 进而的话 对于这个跟踪工业增长的情况 有一定的一个可行性 虽然有时候有背离 但是呢 还是一个比较普遍能够替代的一个方式 我们简要介绍完了 宏观金比面的一个情况之后呢 我们下部更多关注点呢 是关注宏观金比面的一个通胀的情况 也就是从价格角度来分析 对于通胀来说的话呢 我们关注的是CPI的情况 而CPI的话呢 是我们写过的一篇专题 我们认为呢CPI呢是一个低度综合的一个指标 因为呢它可以反映宏观和外需的一个强弱 同时呢 勾连货币政策和监管的因素 然后我们分析CPI的一个套路和思路来说呢 主要是从两个方向 一个是宏观的角度分析 一个是微观角度分析 宏观来说呢 我们要观测产出的情况 流动性的情况和居民收入的变化 而微观情况下的话 我们从食品和非食品两个角度 食品我们会关注这个猪肉期 大豆 玉米 还有蔬菜等等 然后非食品呢 商品服务 原油 房地产的价格都是影响他们的一个因素 从这个图当中 我们可以把基本上 把这段时间影响CPI的一些因素 都统统的包含进去 产出经济的下降与否 流动性 流动这个市场的宽松程度 是否会降准 居民收入 这个直接影响到这个菜 这个消费的一个能力 然后食品 猪肉期 最近的猪瘟的影响 大豆玉米 贸易战的影响 还有没有提及的蔬菜价格 受光水灾的影响 而非食品当中呢 原油大通产品 这一年度的一个变化 还有就是地缘政治的风险 而服务类 像房地产 后期的增长走势 这些呢 通通的都可以通过 CPI的角度的一个分析 你通对它的一个剖析 能够对于整个经济 有一个更为直观 而全面的一个了解 具体来说 就是我们CPI的影响 三个影响因素 流动性是否宽裕 产出是否比较高企 而居民收入是否比较强 这都是我们关注的一些因素 我们对于下半年 这个经济走出的一个判断 在前期的时候 就是根据这三个因素 来进行相关的一个分析 而判断微观情况下的时候呢 我们重点的是关注 食品项和非食品项 一个相关的情况 像食品项当中 我们会关注这个 我们说说的 铸轴气的变化 而这个 除了铸轴气的 这个后期的走势 而铸轴气 对于它的影响的话呢 我们更多的是关注 猪肉的一个供给情况的变动 因为消费需求是比较稳定的 所以生猪供给成为 这个价格的一个决定性力量 生猪存烂量呢 表示潜在的供给能力 能翻母猪树呢 表示潜在 这个子猪的这个供给的一个情况 这都是我们关注的一些重点 而其他影响食品项波动的因素呢 包括什么鲜菜鲜果水产品等等这些因素 特别是像水管水灾等等这些 都会对它产生一个短暂的一个冲击 但是呢 具体冲击的因素会多少的话 实际上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测算 也是我后面讲这个 它的这个宏观经济因素 分析的这个预测的一个重要的一种 那么第四章呢 就是预测那些事情 我们重点呢 将挑选这个固定资产投资三项的预测方式 以及消费预测和通胀预测呢 作为我们的这个重点 固定资产投资呢 我们主要是关注房地产 我们的一个整体预测思路呢 是通过房地产投资 制造业投资和基建投资 分别预测这三者的变化 然后呢 这三者加在一起呢 是占到固定资产投资的75%到80% 根据不同月份的占比呢 去一个平均值 然后来倒推 算出来这个固定资产投资的一个增速 而房地产投资呢 主要是分成四大费用 建安费用 车币器具费用 以及其他费用 其他费用 主要是以土地购置费为主 而这个建安费用的 和这个设备购置费用 以及其他费用 我们采取的预测方式 都是通过 经过这个相关的前瞻指标的判断 像建安费用 我们是通过 房屋新开工面积来引擎预测 而这个设备具购置费用的话呢 我们其实是根据销售情况的一个分析 然后这个其他费用当中的 这个土地购置费呢 是关注这个销售的一个情况 还有摆成土地成交的价格 这种情况 然后来进行相关的分析 然后对于每一项 经过它的这个推导 然后能够确定它单月的一个增加值 大概是多少 进而能够把这四项的四个分项 统统的合在一起 那计算出这个房地产投资的一个变动 所以说找寻前瞻指数 并且判断合理的增长 是我们预测房地产投资的最主要的方法 而制造业投资的话 我们主要是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呢 是与前方的方法是相同的 重点的方式呢 是以就是这种分项 那进行相关预测 特别是就找寻前瞻的变量 因为对于制造业来说 最重要的因素呢 就是企业盈利的一个情况 我们会分析盈利对它的一个前瞻指标 然后进而的判断 这个单月它的增速大概会为多少 然后进行一个定量的分析 还有一种方法呢 是我们会拆分31个制造业 它分为上中下三个维度 上中下游 在不同期间 在风格轮转的时候 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的时候 这种不同区间 每个行业的增长的增幅和每月 从数量角度来看的话 它的一个环比和增速的一个变动 进而来预测这个月份 是比均值高比均值低 来预测它的一个整体的增速 然后以这两种方法来合计 这个就一个平均值 作为我们制造业定量的一个测算的标准 而基建这个行业的这个预测方式的话呢 我们主要的与房地产的方式相同 是通过近五年的这个均值进行推算 同时的话呢 我们会更多的关注财政的一个支持情况 还进行相关的分析 然后如果我们预测 因为基建的内容的话 我们其实会在年初 或者是在年中的时候 进行一个全年的基建的一个推测 因为基建投资 一方面是我们可以通过这种 前占指数的方法进行预测 还有一种方法 最基本的方式呢 就是通过它的资金来源四大角度 进行相关的一些分析 我们分析清楚它的四大基金来源 资金来源的每项的合理的一个变动的方 变动的一个增长的速度 然后就能确定全年的增长幅度 而通过全年增长幅度呢 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测 每个月增长的这个量的变化 这个呢 是我们对于基建投资的一个预测的方式 然后除了投资之外呢 我们更多关注是消费预测的方法 而消费预测的方法的话呢 我们更多的采取的方法是 首先要从这个定性角度来预测一下 消费后期的一个走势 我们重点关注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四大消费市场 汽车零售数量数据 房地产销售的一个面积 还有WTI原油期货价格和93汽油价格 这四大市场 而由于这个汽车类的零售占的零售占比 是30%以上 而且呢 这个地产呢 它是涉及到勾连的链条比较多 像家电建材家具等等 也占到了10% 石油和制造品占到15% 所以这几个因素呢 就占到55%的水平 所以我们通过四大这个行业的 这个角度的分析 宽测它的数据 汽车呢 主要以成年会数据 为作为它的一个依托 然后呢 房地产面积呢 是以房地产一线二线三线 和整体的这个销售的周度数据 为它的一个分析终点 而WTI的原油期货价格呢 就是以它的这个价格的变动 93汽油呢 也有它相关的高频的数据 我们通过这些数据的 环比和同比的一些变动的趋势呢 来进一步进行的判断 来定性的测算 这个消费的一个走势 然后在定性测算之后呢 会有我们在这个均值的水平之上 来进行调整 对于消费后期的一个走势的增速 和增幅和降幅 进行一个合理的一个调控 然后除此之外呢 是我们关于CPI 短期的这个 短期和长期的一个预测方式 简单来说的话呢 我们这个CPI的预测的方法 首先呢 是要通过回归的方式 来计算出各个分析的权重 因为统计局公布的权重指标呢 它是进行调整过的 它所公布的数据 其实并不是很准确 我们通过我们的所谓方式呢 来确定每个项的分析的权重 然后同时利用了高频数据 以及历史均值的方法 来计算各个分析 环比的变等值 在这个基础上呢 进而计算出 CPI整比的一个环比值 然后呢 以环比呢 来折算成同比的方式 来进行计算 所以说这种方法 在计算上是更为准确的 但是呢 它只能精确预测 一个月的这个CPI数值 这种短期预测呢 往往适合与长期预测相配合 通过利用基础效应呢 判断全年的高点基础上呢 再进一步的测算当年 这个通胀高点的水平 有助于判断是否将调整 这个中市值 这也是我们在判断 这个不同的这个季度的时候 进行策略调整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因为从去年开始 这个行情已经发展成为一种 由以前的这种平稳行情 变为走路行情 因此呢 每个季度都要对这个相关策略 进行一个精准的测算 所以说这种短期测算 那种精准的方法 是有助于我们进行 相关调控的一个重要因素 后面呢 是我们对于这种短期测算的 一个具体的分析 包括分享权重的预测 计算环比的方法 还有短期预测的最后两步 加权计算CPI环比 以及环比者同比等等 而长期预测的话呢 虽然说是没有短期精确 但是呢 它可以利用这个CPI的 这种季节效应的走势的判断 进一步对长期的这种判断 进行一个预测和预判 它的预测方式呢 主要是与新掌量因素的分析方法 以及环比均值的测算方法 具体来说呢 就是新掌量因素方法呢 是通过新掌量因素的均值 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 翘尾因素的值 来说CPI的一个同比的变动 而环比均值呢 都是通过环比均值 转换同比的方法 进行相关预测 无论哪种长期预测呢 都是基于律师 有周期性规律的前提进行预测的 因此呢 虽然整齐性较差呢 但是趋势上是具有说服力的 我们可以进一步判断 后期就是 CPI的这个压力 是大还是小 只要没有过度的 外地的一个冲击的话 它这种长期趋势 是不会发生明显的变动 好 以上就是我们关于 我们这个报告的第一课 这个宏观利率分析框架的相关内容 谢谢各位